好 我们来讨论一下吧 刚刚我有幸有机会跟每一组稍微讨论过了 所以已经把你们的答案稍微收集起来了 我就直接代为转达 如果各组别中间有想要补充的话 可以适时补充 第一题 他这个小男孩喜欢这本书 不单纯是因为页面是黄色的 那大概看得出来这小男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说他在乎事情的什么面向 那我刚刚跟第一组聊了一下 他们觉得说喜欢书 不是因为内容是因为外观 好像有一种就是比较着重表面呈现的样子吧 而可能不小心忽略了内理的部分 这篇故事里面恰巧呼应着他喜欢邻居姐姐 好像也是这个原因嘛 就是他觉得人家 好像没有特别说人家很美 但是就是把人家当作一个圣女这样子在描述 什么什么看到的时候都后面照着光啊 什么的就蛮夸张的 然后呢 人家姐姐拜托他去东方市集买个东西 他就觉得有机会了 要被那个清零了吗 也不大对 就是有机会 就是有进展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 读这篇故事我们都知道 其实只是被当工具人了 所以好像也有这样的关系嘛 就是他看到表面 但是没有去探究实情是怎么样 那我一直说 就是一个天才 他这篇也有展现他的天才性 因为他安排男主角喜欢的这本书 The Memoirs of a Dog 下面的注释有跟你讲 这本书是法国国家警察的创办人的回忆录 然后呢 很多人觉得说 这本回忆录是之后侦探小说的典型 所以通通都是跟什么线索啦 解谜啦相关 恰恰跟我们男主角相反 就是我们男主角只看表面 然后忽略了实情 Vidok这个人就是觉得表面不单纯 然后一定要探究实情把它弄懂 所以这个讽刺蛮有趣的 甚至可以说 如果我们男主角真的有把这本书读进去的话 或许下场不会这么的惨 好那这样第一组有要补充了吗 没有其他组这样可以吗 所以是一个象征层面上的意涵 好那我们进到第二题 这几个人到底在聊什么 所以就是故事到后来 男主角到了东方市集 但是因为各种因素 我们等一下有空可以讨论 他去得很晚 然后呢大家都快打烊了 然后他找到一个摊位 还有人 他就走过去逛 然后那边的女店员 他走过去的时候发现 那个女店员正在跟两个男生在聊天 I remarked their English accent 我注意到他们是音词腔调 and listen vaguely to their conversation 然后 对话如你们所见 Oh I never said such a thing Oh but you did Oh but I didn't Didn't she say that Yes I heard her Oh there's a fib Fib是说谎 所以呢我就问第七组 他们这几个年轻人到底在讲什么 稍微聊了一下第七组 后来发现这三个人在调情 然后呢 他们是音试腔调的在调情 那当然我们的男主角非常年轻 他不懂调情为何物 对他来说爱情是很真诚神圣的 甚至是一种崇拜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两种不同的爱情观 一个是我们男主角非常纯真的爱情 然后第二种就是这种 叫什么 不是肤浅 叫什么 浮夸的一种 一种把爱情当游戏的一种调情 所以这是第一层对照 甚至他遇到这样的三个 就是调情的人 等于是暗示他说 爱情或许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这是他 成长的象征嘛 那第二层面就是音试腔调嘛 那第七组就有点出来说 这故事设定在爱尔兰 然后呢 东方市集 虽然他叫做东方市集 他其实不是从东方来的 他是东方风格的市集 然后其实源自英国 这篇故事里面 小南还喜欢邻居的姐姐 邻居的姐姐叫他去东方市集 所以这两件事情 有象征连结 所以对他来说 东方市集如此重要 是因为他喜欢的人喜欢 所以他也觉得很重要 那同时爱尔兰这个时候 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有一种文化优越的位置 社会的思潮会觉得说 就是英国来的东西比较好 或者英国的想法比较流行 就如此类 所以东方市集 目前我们看到他结合这两个概念 一就是主角个人的情愫 二就是一个文化霸权的影响 还有一个概念 西方人常常对东方 有一种浪漫想象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 这件事情 就是比如说你跟一个西方人 谈到中国或是远东 然后他们就会跟你讲说 什么什么皇帝 然后什么很东理节 就一堆想象 那这边的东方市集 指阿勒博世界 是所谓的中东 其实也是有受影响 西方人在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前 对于中东也是有很多 浪漫化的想象 什么什么 那叫什么 阿拉丁神灯 飞毯 什么珠宝 沙漠 有的没的 所以 尤其这个是20世纪初 这个时候还没有广播 没有电视 所以资讯不流通 浪漫想象更是发达 东方市集也结合了这层意涵 甚至这个就是 为什么叫做东方市集 他就要拿这个当行销点 这些卖的产品 或许不是东方制造 或许是东方制造进口到英国 但重点是要卖那个浪漫的 消费的那个体验 所以东方市集 结合了这三层概念 赋予了浓厚的相争意涵 那可以吗 第七组有要补充吗 没有 OK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回答剩下题目 我们下期待 等下期待 Мы下期待 看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再见 我们下期待 4 Th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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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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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这句话的人 应该说有这个想法的人 是Mrs. Sawyer By a flicker in Mrs. Sawyer's eyes I knew that worse than men who wrote books Were women who wrote books Infinitely worse 所以这个是Mrs. Sawyer的观点 那为什么她有这个观点呢 我们可以看她一开始人物的刻画怎么样 My friend Eddie was a small thin boy You could see the blue veins in his wrists and temples 这告诉我们她是什么种族的小男孩 如果在她的手腕跟太阳穴 看得到她的血脉 所以她是什么种族 白人吗 白人的皮肤才会比较透明 看得到就是血脉的部分 第二段 His father, Mr. Sawyer, was a strange man Nobody could make out what he was doing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at all 没人知道她为什么来到加勒比海这边 所以她应该是什么种族的人 应该也是白人嘛 如果她可以选择要不要来家的比海 那应该就是白人 好,然后这个是Mr. Sawyer嘛 那她的母亲呢 从这边看好了 They never decided why he, Mr. Sawyer had chosen to settle in a place he didn't like and to marry a colored woman 所以告诉我们她娶的是一个黑人女子 之前有提说 所谓的黑人不是真的都是非洲来的 尤其英国的殖民逻辑之下 只要不是白的都是黑的 后来要跟 譬如说中国去 接触 然后跟人家打仗 才会特别又分出一种人叫黄种人 但是一开始只要不是白都被认为是黑 所以加勒比海人 当然也有些有非裔协同 但是大部分都只是当地人 也被称为黑人 他这边说colored woman 你们要留意 现在中文有时候翻译国外的报道会说 有色人种 不是这一个片语 colored someone 是非常有冒犯意识的 紫色人家的肤色 所谓有色人种是翻译 people of color 这个文法上面有 有一点差别 所以为什么学文法很重要 因为中间也有文化意涵 说人家是colored 你会发现他是 过去分词 他源自于一个动词 所以会被解读成 这个人受他的种族影响 甚至限制 但你如果说他是一个 person of color of是所有格 所以会被解读为 他的文化认同 归属于这个种族 有感觉到那个差别吗 一个是限制 一个是归属 所以这个 这篇小说是六零年代写的 那个时候的语言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不会这么说 那我们继续看 Though a decent respectable nicely educated colored woman mind you 所以虽然 是娶一个黑人女子 做太太 但是这个 女生其实也不错 decent respectable nicely educated 但是光要加这一句 你就知道 有很严重的刻板印象 你要特别强调 他不是那种 很低下的黑人 是那种比较好的黑人 有这个区别 就是有歧视 我们跳两段 这边 When Mr. Sawyer was drunk this often happened he used to be very rude to her she never answered him 然后接下来两段 都是讲一些 她对太太 做的恶作剧 开玩笑 我就不读了 但基本上都是一些 很欺负人的事 然后也是充满 其次异味 但是她太太 不得不承受 所以我们看这边 Even then If you can believe it Mrs. Sawyer had laughed and tried to pretend that it was all part of the joke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太太 她忍受了一辈子 所以这个是 人物刻画的部分 然后再来我们看 跟书有关的 这一段 Mr. Sawyer built a room onto the back of his house It was unpainted inside and the wood smelled very sweet Bookshelves lined the walls Every time the royal mail steamer came in 就是只要有那个 油轮进来 就是送信的油轮进来 It brought a package for him and gradually the empty shelves filled 所以呢 书房从建造 到就是装满的书 全部都是 父亲的 的 嗜好吧 所以这边就等于是把 书房 跟 书 在象征层面上 跟这个 父亲连接起来 然后下一段 有一次男女主角 跑进去玩 然后睡着了 然后就看到 那个Mr. Sawyer 探头进来 She put her head in at the door and looked at us and I knew that she hated the room and hated the books 所以其实到这边 大概可以理解 为什么她 那个 为什么她痛恨 这个书房 为什么 男主角的母亲 Mr. Sawyer 这么痛恨 这个书房 就是因为痛恨先生嘛 那可能是因为 经济因素 或是其他因素 不得已 呃 要跟 那个男的在一起 但是心里 非常不是智慧 所以啊 等到那个 男主角父亲过世了 呃 Mr. Sawyer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这些书赶会扔掉 他说分两批 一批是要卖掉 另外一批是要烧掉 所以回到就是我们的讨论题目 为什么她会觉得说 Men who wrote books are bad But women who wrote books are infinitely worse 前半我们已经明白了嘛 就是这些死白男人 趁着英国文化霸权 写的这些文学经典作品 最后造就了这个殖民者的文化 那当然 可以理解为什么 男主角的母亲会这么痛恨 但是 写这些书的女生 为什么更糟糕 我们仔细想一想就是 男主角的父母亲 他们的权力关系 不只是有种族的阶级 而且还有性别阶级 我们之前有提到 19世纪传统女性的角色 是待在家里当家里的天使 照顾好家里的事情 然后不要管外物 再加上种族的层面 更显得有一种 就是让人很不舒服 那种主人跟奴隶的关系 家奴 所以 这边的概念大概就是 自己 就是说男主角的母亲 自己一辈子承受了这样的欺负 她觉得说 愿意服从于 男人为主的这个文化 这个霸权文化的女性 愿意买单的 愿意从事相关文化活动的 女性 好像都是一种性别叛徒吧 就是 没有去 关怀支持 女性的 受苦 女性的需求跟经验 反而是 写一些文学经典作品 然后 那个 更去加深 这个文化霸权 大概是这样的感受吧 那当然这个是 Mr. Sawyer 个人的感觉 19世纪的时候 他这边指的女作家是 Christina Rossetti 是个诗人 在这边 Rossetti在写诗的时候 我想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层面 所以这个单纯诗明是Soyer 个人的投射 好 第六组跟第二组 有想要补充什么吗 我其他组别 有要提问吗 读文学的 尤其是散文体的作品 发生什么事情很明白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 常常要诉诸于象征层面 我们看第四题 为什么到后来就是男主角要开始哭呢 然后为什么我们的女主角 也跟着哭呢 所以我们就继续看这篇故事嘛 所以就是 Mr. Sawyer决定把书都 就是丢掉 卖掉 烧掉 但是男主角觉得很可惜 然后有书还没读完 这边 No, he said again in a high voice Not that one I was reading that one I was reading that one 所以这边 我们的小男孩 很重视他所读的这本书 所以在象征层面上 等于是跟父亲站在一起的 所以下一行 Mr. Sawyer She laughed And he rushed at her 冲向他 His eyes starting out of his head 就是整个眼睛都突出来了 Shrieking Now I've got to hate you too Now I hate you too 因为如果把书跟父亲连接在一起的话 那母亲把书卖掉烧掉 好像等于是在诋毁对于男主角父亲的一个回忆嘛 或是可以把书当作父亲的习惨 所以母亲把书卖掉甚至烧掉 男主角站在父亲那边 那个观点来看是无法忍受的 他说 Now I have to hate you too 就像他父亲对待他母亲一样 所以呢 把书抢走了 把母亲推到摇椅上 然后我们的女主角也跟着也偷了一本书 I wasn't going to be left out of all this 不是因为对于Mr. Sawyer的任何情感 单纯是因为这个想跟风 所以他也抢了一本书 但到后来 做到那个 两个人坐到芒果树下 在讨论彼此的母亲 的时候 有渐渐带出男主角 其实还是蛮爱他母亲的 也一直在捍卫自己的母亲 然后也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才知道女主角是黑人 这边他这一行说 because she 他这个在讲自己的母亲 because she isn't white 所以他母亲不是白人 那女主角应该也不是白人 所以到后来男主角讨论自己母亲 然后开始为自己母亲辩护 然后但是坐着静静的去回想 大概是在回想刚刚发生的事情 对于母亲的发言以及行为 大概有一种后悔吧 所以为什么男主角要哭呢 那个第 这应该第几组 第五组吗 第五组的说法是 男主角被夹在两个种族阶层之间 一个父亲 一个母亲 一个白 一个黑 然后好像因为两个种族关系不和睦 所以他好像站在哪边都不对 然后有一种 先是对母亲行为的后悔 然后但更深层的是自己 两面不是人的那种心灵纠结 让他哭出来 那为什么女主角也要哭呢 这边 Then I began to cry too And when I felt my own tears on my hand I thought Now perhaps we're married 所以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他喜欢这个小男孩 对他喜欢的人哭 他就跟着哭了 第五组 有想到更好的解释吗 没有吗 OK好 所以我们姑且这么说吧 这一题 你们有要补充什么吗 其他组呗有想提问吗 好 第五题 这两篇故事的相似之处 刚刚有跟第四组聊一下 他们有提到几个 一 两个都跟殖民经验相关 一个在爱尔兰 一个在加勒比海地区 二 两个主角都是小朋友 所以都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小朋友的成长故事 然后第三个就是 虽然叫做成长故事 可是好像到了故事结尾 两个主角好像都 对于刚发生的事情 好像都似懂非懂 Araby的男主角 他只知道没有买到东西 然后感到很失落 然后 看到了另外一种爱情的形式 但是他好像还没有把这些经验消化起来 好像没有一个 新的成长 她只有幻灭 还没有就是结晶 这样的比喻不大对 她只有粉碎还没有结晶 那第二篇故事的女主角好像也是嘛 她见证了这一系列事情的发展 然后她因为喜欢的男孩难过 自己也难过了 可是好像到了故事结尾 她自己也没有就是真的了解 为什么她的朋友会哭 或是她这个社会好像哪里不对劲 那就是小朋友嘛 看到什么当作理所当然 所以虽然好像是成长故事 因为就是孩童时期的美好事物终结了 情况有更写实的转变 但是这个转变的内涵是什么 主角好像本人讲不太出来 如果我们稍微复杂一点讲的话 就是说这两个主角是长大之后去写 小时候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写的过程中 他写的当下他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笔下的那个小朋友的自己当时不了解 那我们讲说这个什么长大之后才写 这个其实跟作者又是分开来的 在故事世界里面是主角长大之后回头去写 这个跟作者无关 里面的包含写的人被写的小朋友都是虚拟人物 那这个是第四组提供的答案 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些关于殖民经验 那不只是说有一个被英国殖民的共同点而已 被殖民之后 这两个社会 一个爱尔兰 一个加勒比海地区 的社会阶层也遭受一些变化 如果说爱尔兰人也是另外一个种族的话 爱尔兰人其实还在被殖民的时候 不被认为是白人 这就告诉我们其实 种族跟肤色没有直接关系 我们现在认为都是白人 但是当时因为一个是殖民 一个是被殖民 英国跟爱尔兰 所以当时不把爱尔兰人视为白人 意大利人也是 意大利人20世纪初也是不被视为白人的 所以这两个社会的社会阶层 有受到种族的扭曲 我们通常传统说 那个阶层是按什么经济地位跟收入 还有文化阶层 但是一旦有种族的扭曲 就会变成说受殖民者自动在文化上被降格 然后当地文化不受重视 你们都上过那个台湾被日本殖民时期的历史 所以你们也知道这个层面 这个什么讲中文或是台语被禁止了 然后日本的东西最好啊 什么这一系列的意思一样 但另一方面也有 还有一层 我们先讲第二篇故事 第二层就是性别嘛 我刚刚提了一下 有男女之分 然后英国文化也带来英国传统的 那个性别阶级分 这个分别 爱尔兰的第二层比较复杂 是宗教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英国国教是新教 但是爱尔兰是天主教 所以在爱尔兰殖民时期 统治阶层在宗教上面也有就是歧视的待遇 那乔埃斯作者他是爱尔兰人 所以他的他成长环境家庭的背景是一个天主教背景 故事里面他描述他喜欢的那个邻居的姐姐 也是用一些天主教的画面 我看他找到找不到 这边 第一次见到他喜欢的那个女生 Or If Mengen's sister came out on the doorstep to call her brother into his tea 等于是要把那个他的弟弟叫回去吃晚餐的意思 We watched her from our shadow peer up and down the street 所以男主角他站在阴影处 那为什么看得到女生呢 因为女生是站在光之下 门口嘛 有那个门灯 所以等于是给那个女生就是打灯 就是有那个灯的印照 如果你们有看过一些就是中世纪画的话 就是圣人头上都有光环 所以这个是把这个邻居姐姐神圣化的方式之一 这边 She was waiting for us Her figure 她的身体形状 Defined by the light From the half-open door Defined这边 它是 我们说defined是定义 它这边等于是 灯 打在身体上面 为什么看得出来她身体形状 因为灯的关系 可以说这个身体被灯勾勒的 这边就很明白吗 然后下一段就是 小马来还在偷窥 隔壁邻居姐姐什么什么 然后这边 Her image accompanied me Even in places the most hostile to romance 所以他即便进入一个他觉得不是很神圣的地方 他的心里都会带着他喜欢的女生的 那个形象在脑海中伴随着他 根本就是拿那个 那个圣人像嘛 带着走嘛 这些都是很宗教的一些解释 包含什么地方是神圣的 什么地方是就是 污秽脏乱的 这也是一个宗教上的分言 所以这一层面也在第一篇故事里面 所以就是 两篇故事另外一个共同点 就是不但受到 殖民跟被殖民的阶级分别 殖民经验也间接影响到另外一个阶级分别 第一篇是宗教的阶级 第二篇是性别阶级 好第六组有要补充的吗 其他组有要提问吗 好那我们来看第六题 如何看出来都是二十世纪的故事 我们看二十世纪 好那最直接当然就是因为 第一篇作者是James Joyce 二十世纪 但这个太简单了啦 我们刚刚说爱尔兰这个时候是 受英国殖民 那1922年爱尔兰共和国才独立 所以比较符合二十世纪早期的一个时空背景 然后这个时候也蛮重视爱尔兰文学的 这边有写 所以为什么这篇文章会变成传世经典 也是从这个背景出来 第二篇故事讲一个远洋殖民地的一个反省 蛮符合二战后的去殖民化 跟后殖民文学的兴起 这边基本概念是说 当地人很排斥被英国殖民 很排斥被英国殖民 但是毕竟是被殖民过的 那个文化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 所以必须要用某种方式去面对它 那这篇故事如果把它想成长大之后 就是女主角长大之后 回头去写她的孩童经验 这也算是一种面对嘛 这也算是一种去回忆说 小时候看到的各种阶级不对等 种族不对等的现象 然后就是用很客观的方式来呈现 殖民跟种族如何扭曲小时候自己的价值观 比如说就是有听说 Mr.Soyer一直被她先生欺负 可是大家都觉得就是这样很正常 就此类的 所以比较主要的迹象是这两个啦 第三组有想到其他的吗 没有OK好 OK所以这两篇故事有想提问吗 好下礼拜我们要 我先讲下礼拜要干嘛 然后我们回头来看这两篇的细节 下礼拜我们要读两篇比较有趣的文章 第一篇如果它loading出来的话 第一篇是一个非洲英语系 系务会议被忘录 然后它的篇名叫做 On the aboliti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论取消英语系 那abolition这个取消不是说cancel就是没了就不见了 abolition的意思是这个制度被取代 用别的东西来取代 这篇文章是三个非洲 我不太喜欢说非洲的大学 但是这个案例刚好它的校区跨三个国家 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非洲大学 英语系的三个教授和写了一个备忘录 然后里面就会开始讲说 为什么他们要取消英语系 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他想用什么东西来取而代之 所以我们可以读读看这一种制度性 对于殖民经验的 面对跟处理方式 然后也可以想想 因为台湾也是被殖民过的地方 所以也可以想想说 这个情况跟台湾有没有相似 或是相异的地方 第二篇 是从演讲稿节路 他的鲁西迪Rushti Salman Rushdie 是非常知名的印度小说家 他那个之前好像有的诺贝尔奖吧 我不太记得 他其实最悲知名的是 他曾经被伊朗的那个 神职人员宣判死罪 然后所以就是 只要是 穆斯林 然后信奉伊朗他们那边教派的人 可以依他们的宗教法律 可以把鲁西迪暗杀掉 然后会有奖赏 然后这种宣判是终身的 所以鲁西迪 他前阵子才又被攻击一次 然后后来就是有人拿刀子 去要把他刺杀 应该好像没死 但是有受重伤 所以他在世界文学地位上 是很重要的一个作者 他这边 他的演讲稿叫做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Does Not Exist Commonwealth 共福圈 这个就是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后 因为仍然受到殖民连结的影响 所以就是即便独立的 还是深深跟英国有关系 所以为了能够促进 就是外交合作 跟一些共同互助 那么形成一个共福圈 Commonwealth Countries 所以Commonwealth Literature 其实意思就是 英国极其殖民地文学 他的演讲意思是 这样的文学概念并不存在 然后我们截录的这一段的标题 这是编辑下的标题 但是他的主旨就是 English is an Indian Literary Language 英文是印度的文学语言之一 这跟我们平常对于英文的想象不大一样 我可以读读看他的观点 然后可以讨论一下 那个背后的逻辑怎么样 好 所以这次下礼拜之前 请把这两篇读完 记录应该比较好读吧 因为他是工具性的文章 然后我们接下来仔细去读 我们仔细读Arabic之前 我想就是把焦点放在两个地方 一就是邻居姐姐 到底怎么拜托小朋友 去东方市集的 然后第二个是 为什么小兰还这么晚才去 所以这边2169夜 我先讲一下 他这段看样子 好像是在对着邻居姐姐在滋味 有一种这种感觉 Anyway 你可以回去这里慢慢看 At last she spoke to me 终于她跟我讲话了 When she addressed the first words to me I was so confused that I did not know what to answer 被爱冲混头 不知道该讲什么话 She asked me was I going to Arabi 我有没有要去这个东方市集 I forgot whether I answered yes or no It would be a splendid bazaar 就是一个市集 She said She would love to go 所以第一个要注意的是 男孩到底讲他去 还是不会去 都不重要 那个女生他要讲什么 还是会继续讲下去 所以这个看起来像这个对话 其实不是一个对话 它不是一个平等对话 然后女生说 啊我好想去啊 这其实在钓鱼嘛 他就是要男孩就是 那个自愿者上钩嘛 所以下一行男孩就问说 And why can't you?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这个就是女生要他讲的话 While she spoke She turned a silver bracelet Round and round her wrist Round and round her wrist 在把完 就是手腕上的手桌 She could not go She said Because there would be a retreat That week in her convent 就是他上的学校是一个宗教学校 然后那一周刚好就是要有灵修 阿尔兰作为殖民地资源缺乏 所以很多都是教会提供的资源 那你上教会学校就必须要有一些 参加一些宗教活动 所以好 她说啊 能去真好 那还说那你干嘛不去呢? 她说她不能去 然后女生就说 It's well for you She said 意思就是你能去真好 然后男孩就说 If I go I said I will bring you something 看样子好像是男生自愿嘛 但其实我们知道不是 因为这个对话是女生 开头的 话题也是女生起的 就是 其实小男孩有点被玩弄到 所以一开始说 把她当工具人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 就是请他帮忙买个东西的方法 但是男生还是非常就是浪漫想象 觉得说 就是我能够为我很喜欢的女生 做一点事情真好 然后接下来为什么 她去的时候已经快打烊了呢? 这边 I asked for leave to go to the bazaar on Saturday night Ask for leave 我们讲过是请假 那这边意思是就是希望同意 My aunt was surprised and hoped it was not some freemason affair Freemason是一个秘密组织 常常跟新教徒连接起来 所以她就是意思是希望不要就是参加一个不良组织 然后你会发现 他不是跟爸妈住 她是跟她的那个aunt and uncle住在一起 这有很多可能原因嘛 有可能爸妈去外地工作啦 有可能受政治迫害啦 这篇故事没有特别提 然后什么上课不专心啊什么的 On Saturday morning 他是要礼拜六晚上去 On Saturday morning I reminded my uncle that I wish to go to the bazaar in the evening He was fussing at the hall stand looking for the hat brush 以前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时候 就是戴帽子都要拿帽刷 要把上面的灰尘啊刷干净 所以用了那个刷子叫hat brush And answered me curtly 就是很简短的回我 Yes boy I know 所以连主角的名字都不用 直接称他叫做一个boy 可见我们的主角在他的uncle眼里 不是很重 就是不是很重视这个小男孩 好提醒了 但是呢 When I came home to dinner My uncle had not yet been home 他的uncle还没有回来 uncle回来才能让他去 然后就等了很久 等了很久 然后一直没有 就是连就是来拜访他的aunt的朋友 也要回去了 已经after eight o'clock 所以等那么久 他的aunt就说 I'm afraid you may put off your bazaar for this night of our lord 意思就是this night 今晚 意思就是你今晚大概是不用去了 At nine o'clock 晚上九点 I heard my uncle's latchkey in the hall door 听到钥匙那个声音了 I heard him talking to himself And heard the hall stand rocking When it had received the weight of his overcoat 把身上大外套脱掉 挂到那个杆子上的时候 不是杆子 就是那个外套架子上的时候 架子在摇晃 I could interpret these signs 我看得出来这意味着什么事 那你们看出来吗 他的uncle怎么了 喝醉了 挂外套都挂不准 这么晚才回来 大概是在pub喝酒喝到晚了 所以他知道他的子子要去市集 他还出去喝酒 还喝这么晚 可见他真的很不重视 他的子子的那个 在乎的事情 When he was midway through his dinner 我们的小男孩非常礼貌 等到人家吃饭吃到一半 终于等不住了 I asked him to give me the money to go to the bazaar He had forgotten The people are in bed and after their first sleep now he said 人家都上床去了 I did not smile My aunt said to him energetically Can't you give him the money and let him go You've kept him late enough as it is 都已经让他等这么久了 就给他一点钱让他去吧 My uncle said He was very sorry he had forgotten He said he believed in the old saying 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这也蛮有趣的啊 他先是又道歉一遍 然后再来他强调说 这个什么小朋友天天读书 另外还要记得去玩耍 为什么这边开始讲大道理来 好像是有点羞愧吧 就是说我不是 我一直说我不是故意的 我支持你的想法 这种感觉 是一个很粗糙的安慰方式 再来 He asked me where I was going 我的天啊 真的是喝醉了 还问他要去哪里 And when I had told him a second time He asked me Did I know the Arabs' farewell to his steed 这是知名的诗篇 When I left the kitchen He was about to recite The opening lines of the piece To my aunt 那真的是喝醉了 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 然后渐渐把这个小男孩忘掉了 那终于小男孩拿到 就是票钱了 然后入场钱 买入场券的钱了 然后可以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晚才去 然后才买不到东西 是因为家人的忽视 其实就是这个也跟 如果你真的要扯的话 这也可以跟殖民经验扯在一起的 受殖民的地方 当地人民工作机会减少 所以就是整个社会氛围比较欲足 所以就是比较会想要去喝酒解愁 最后就是把自己家人 或是重要的事情忘光了 造成一些家庭问题 也是有这个连结存在的 我们可以直接跳到第二篇故事 看还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讲 它里面有提到一些书 都是精挑细选的书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连结 他跟女主角跟男主角 偷偷进入Mr. Sawyer书房 要干嘛呢 I once I went there with Eddie to borrow the Arabian Nights 要借一本书 要借一千零一页 所以这个莫名其妙也有跟 就是阿拉伯的文化想象也有连结在这边 也不是莫名其妙啦 因为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殖民经验嘛 你知道英国那个殖民地是全球遍布耶 包含中东也是有 所以就是提到阿拉伯的1001耶 这个也是反映一种殖民经验 为什么 明明是阿拉伯文写的故事 但是最知名的版本是英文版 就是因为被英国殖民过嘛 然后殖民者为了了解当地人的文化跟想法 就是去反映一些他们觉得有用的书籍 好 然后再来 我们刚刚看到 我这边有 一些其他这个书房里面找到的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 这也是一种殖民象征嘛 英国人就是遍布全世界收集各地的知识 写成一套书 British Flowers Birds and Beasts 英国的花鸟兽 他们明明在加勒比海地区 为什么会需要这本 然后还有这本 English in the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就是加勒比海地区 所以这个是最跟这个主角的殖民处境相关的书 英国人在西印度群岛这本书 然后下面刚刚有提到 拜伦的诗 米尔顿的诗 拜伦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 Newton是十七世纪的 都是经典 Christina Rossetti 十九世纪 都是经典诗人 然后接下来 他们抢走的两本书 他们当时是 Eddie是明白抢一本书 但是女主角她是随便抢 所以他们最后抢到什么呢 男主角抢到的书叫Kim 这个是Kipling写的书 的小说 Kipling就是我们上次读 那个白人的负担 的诗人 所以也是象征一种 白人优越主义 然后最下面这边 女主角抢到的书 是一本法文书 For Kamla Moore 下面就是跟你讲 是莫伯桑的书 这本书的故事 是有一个画家 然后爱上一个上流阶级的 已婚妇女 然后最后就是下场 不是很好 这个故事模型 也可以套用在 这篇故事上面吗 两个小朋友 男孩女孩 也是不同阶级 然后也是低下阶级的人 爱上比较高阶级的人 那这个 这本书放在这边 就暗示说 如果他们两个 如果真的在一起的话 下场也不会很好 所以是一种悲观结局 好 好了 我稍微透露一下 我们期末考 看到大家抬头了 我们期末考会给你们看一篇很短的短篇小说 然后一样也是要就是 会跟你讲是什么文学背景 然后要你们来提出证据说明 你怎么看出来是这个背景 然后呢 这篇短篇小说 也许也跟种族相关 对 所以 如果你们要重新 温习这一篇故 这两篇故事的话 或许对你有用 OK 今天到这边 就说明说明就会儿子 所以我们要再来 说明是两个字幕 对应该是一篇故事 对应该是一篇故事 所以我们来说明是那种 对应该是一篇故事 所以我们不在一起